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双最新的塔通三代 先来总结一下这双鞋 我觉得设计感上还是延续了二代 只不过把它一些整个模块给打碎了 另外配置上它是有升级的 可能不像一代的那个镂空结构啊 创新性那么强 但是相较于二代那个全掌Air-Soul啊 那很显然三代呢会更具诚意一些 但是呢它的种种设计啊也是有个必端的 就这双鞋它的内扣啊其实是比较严重的 首先呢我们看到整体的鞋面啊 它采用了多种材质的拼接 前端这里呢采用了这种网格状的尼龙材料 上面会刺绣着Jordan的logo 然后内侧这里啊又涌上了一些这种织物的材料和网眼的材料 然后鞋舌顶部 土姆的logo 鞋梯这里还有配色的名称 The Garden 整个中底的材料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在中底的外侧啊 白色的这个区域和黑色的这些线条 全部都是外底的这种硬质橡胶 包括鞋头这里的水晶底和后跟这里啊 它都有座大面积的上翻 外侧啊 那裸露的这几个绿色部位啊 是中底的Question 3.0泡棉 触感还是挺软的 然后到了内侧这里啊 在足弓这里啊 它有做大面积的这种开窗 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框架啊 会呈现一个外硬 内软的一个状态 然后配合前掌的一块Zoom Air 然后外底呢就是水晶底和橡胶底的结合 然后鞋垫呢就是常规的这种EVA鞋垫 塔通姆三代上脚其实还可以行啊 然后整体脚感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相较于前两代啊 它有个最明显的区别啊 就是它的中底啊 更软了 这个应该是Question 3.0的功劳 然后整体鞋面呢 对脚型的这个宽容度啊 也很高 基本上各个脚型都能穿 然后在弯折的时候啊 也不会有卡脚的现象 然后中底刚才说到了这个Question的软啊 另外就要说一个就是它整体你穿下来啊 它是真正啊 有把你的力往内去引的 因为外侧啊 这一圈很硬 然后内侧这里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支撑 所以说你足弓的这块压力会比较大 反正我个人是不太适应这种脚感的 前掌Zoom倒是比较能明显的去感受到 就总的说来啊 我觉得 这双鞋如果不内扣的话 可能真的是一双实战好鞋 但是 问题就在于啊 它这个内扣啊 我觉得是蛮严重的 反正这双鞋 我只推荐塔图姆的球迷 或者是你觉得这双鞋造型好看 你穿它去亚马路 亚马路其实脚感是舒服的 就是很软的这种脚感 你真正实战的话 我还是不太推荐 再加上目前价格也比较高啊 我建议大家如果真正想买的 可以再等一等 可以参考一下塔图姆二代的这个价格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